接著就到這個例子了 partA來講叫我們去找這個dydx in terms of sec x 我們會有y等於tan x second square x 那你就會有dydx 其實就等於左D右,即是tan x 再乘兩個sec x 再乘這個sec tangent tan x 再加右D左,即是sec square x 但tan x是甚麼來的? tan x你D了它,d tangent就出sec square 就是這樣,我們成功D了 但也要整理一點 那就會是兩個tan square x sec square x 再加回sec 4x的情況 到partB了 叫我們去evaluate這個 由0in到p3sec的4次 首先,其實我們這個左手邊 其實是ddx的tan x sec square x的情況 那你會看到如果你要in 由0in到p3sec的4次 看起來就應該是 好像我們做兩個example 就是 一起in了它,對不對?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東西 都不是那麼容易in的 是不是這麼說? 所以其實就要做一點點轉換 我們可以在下面寫先 就是ddx tan x sec square x 其實就等於 本身就是兩個tan square sec square 但我們知道這個東西看起來 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有甚麼辦法? 就是知道 其實tan 就可以寫成為 sec square x-1 這個sec square x 加回sec square x 這樣的情況 那當我們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們就有兩個sec square x 減 這個位置就是減兩個sec square x OK 再加回sec square x 這樣的時候 那我們會想回 其實現在就會是ddx tan x sec square x 再加回兩個sec square x 就等於是三個sec square x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一起in了 OK 一起in了 那這個問題來了 你會看到就是 喂大哥 這個東西是怎樣in呢? in sec square 是甚麼來的? 那你就問回自己d 那些甚麼會出sec square x d tangent 就是會出sec square x 所以這個in出來就會是tan 當然我們現在是由0in到p3 由0in到p3 就是這樣 首先就是這個先 你會看到就是你由因紅的抵消了 所以就剩下 所以就會出自己 就是tan x 那你代算是由0in到p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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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就是1除cos 那什麼是cos3就是cos60度 cos60度是二分之一 即是cos2是四分之一 但你是第二就是1除四分之一 所以4會變回 但tg3就是tg60度 即是risk3 當是0的時候tg0是0 所以沒有了 那到後面你代用pdg60度 即是risk3 所以就是二risk3 當是0的時候也是0 所以就沒有了 那就等於是三個in 由0in到pdg3 second四次xdx 所以這裡加上就是6risk3 但你要除3 所以就是二risk3 就會等於是由0in到pdg3 second四次xdx 那這個又是一個先D後in的問法 希望大家都做到就是這樣